我要吃饭 来了来了 小胖开饭了 我说你咋才来呢 那多都是为了你吗 上期视频好多好多小伙伴想看你挑战 一天只是各种韩国美食 那那么行吗 那什么那小伙伴们可都输了 只要挑战成功 他们不仅让全校同学来点点小薰心 还能像喜欢韩国小哥哥那样喜欢你 我的意思是 我最喜欢的韩国美食死咪啪啦 我安排早饭要吃饱 我们先给小胖安排一碗韩式炸酱面 再配一颗辣白菜 吃这个吧 到了午饭要吃饱 我们就给小胖安排一碗正宗的韩汤料理 必品格韩式土豆出谷肉汤 这个汤包里本来就有软糯的土豆和出谷肉 但是呢为了更加的丰盛 我还给小胖加了 豆腐 拉面 金针菇和西葫芦 这种糖味也太逼的 那是当然了 我给你准备的可是必品格家的韩式土豆猪骨肉汤 这可是正宗的韩汤 它家还有骨花肉烹菜汤和金枪鱼烹菜汤 味道都是很不错的 那这汤得做老长时间了吧 菜不是呢 这个汤制作起来特别方便 最适合你这种懒人 只要把这个汤包倒入锅里 开锅之后放上你喜欢的配菜和拉面 五分钟就是一碗正宗的韩汤料理 那这两个味你让我尝尝呗 你呀 先把锅里的吃了吧 这两袋留着咱俩明天一起吃 土耳土耳的 当个晚上就给小胖安排一碗韩国特色韩式饭菜 今天吃的这是棒棒死那咋呀 经把历随时换了 然后荐雾